嗨,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的主題是日潮近期好屋分享 這次的主題比較特別的是 之前的好屋分享都是 我有買東西回來之後 開箱介紹10桌嘛 那這次的話是因為現在的時間 是2024的春天剛開始 勝過品牌開季的時候到了 那我作為一個日潮日牌的重度愛好者 肯定也會跟著逛一下 但是逛的時候我就想說 與其我自己個人逛 不如把這個逛的過程 拍上影片跟大家分享 邊逛邊跟你們聊哪一些 我覺得好看的 所以這次呢 並不會有實體的東西開箱分享 而是單純的跟各位一起逛街 然後跟你們分享我對品牌 近期的一些想法 季度的單品 而且是我覺得好看的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出了社會之後 忙一忙就忘記開季這件事情了 等到回來發現的時候 好東西已經賣掉了 買不到了就這樣可惜 所以這個主題的重點 一方面是想跟大家聊聊品牌 然後跟你們分享一些 我覺得適合買的東西 再來是要跟大家講 開季了 該該開廣了 那就是發博說 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品牌就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這牌子啊 我知道很多人已經說 他已經江郎財經啊 已經在賣Logo啊 已經沒有錢那麼好看了 不得不說 在前段時間 前幾年 我也這麼認為 真的覺得他已經 越來越不是我的菜了 但其實在我的內心深處呢 還是住著那一個 當年坐在高中 翻著酷爾雜誌 然後內心一直很想要擁有 一件Neighborhood的衣服 或是褲子的那個騷年 還是在我的心中的 然後呢 隨著他2024的春季公布之後 我覺得那個心被喚醒了 因為他的2024形象公布的時候啊 我個人自己是有被驚豔到的 不管是他的衣服或是配件 我覺得都很好看 像是他當時首發的第一套 就是這一個 這套的話 上層就是穿了一件 有補丁縫線 點綴的毛衣 褲子的話 就是重度水洗破壞 做舊的牛王 這件褲子就完全讓我想到了 以前Neighborhood那時候 牛王的黃金年代 細節非常的滿 然後非常非常的好看 只是呢 這一件有個小問題 就是他這一件呢 看起來真的是細節很滿 非常的帥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他有點太髒太舊 就是他的記憶感會很強 然後搭配性 我覺得沒有這麼這麼的高 所以即便他這件真的是很帥 然後破壞 細節都很滿 但是我覺得在搭配性上 真的有點太髒了 所以這一條我就沒有入手 但是這樣子的誠意 以及Neighborhood在去年開始 做的牛王復刻啊 都會讓我開始期待 他接下來的一些牛王 希望是可以順利的入手一條啦 然後其實除了牛王之外呢 他們這一次春夏的像這一件 有破壞水洗洗舊的衛衣 以及這一件 細節超滿的軍裝 都有讓我想起以前Neighborhood那時候 就是細節很滿 然後很軍裝 很接合的那一種造型 尤其是這件軍裝襯衫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他這一件啊 真的細節做的超級滿 首先整件的衣服呢 都有做了這種水洗的處理 再來就是他在衣服的邊邊啊 都有做了各種的不收邊 然後破壞的處理 就是再搭配有多帥的虛線 以及軍事感的這種風布 整件真的是細節超多 然後設計超滿 超街頭超帥 但是呢 因為價格真的比較高 所以我都沒有入手 但是有了這些東西出現之後 這個紀錄後面的東西 還是滿讓我期待 會有什麼特別的作品啦 然後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件我覺得很酷的 就是這一件 這一件的話 是一個很基本的襯衫 然後在另置 跟中間的排扣出做了黑色 再搭配Neighborhood的字樣 以及類似像賽車或機車 會有那種黑白格紋 這一件 雖然它在造型上比較不符合現在的流行 但這個設計 我覺得就有點比較回歸到 大家當時2012的一些設計 就是把微正裝的元素 再搭配了比較激烈的方式來呈現 這一個我覺得也很帥 但是因為他們的襯衫版型 Always就是做的 寬度沒有很寬 但長度比較長 所以我的身高是無法恰遇的 所以整體來說 雖然很多人現在都覺得 Neighborhood已經沒有以前的光輝 沒那麼強了 但在我心中 今年跟去年開始 它慢慢還是有把以前的元素拿回來 那作為一個 一直沒能夠順利入手的人來說 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 再來下一個品牌 就是Neighborhood 那這個牌子呢 它雖然最著名的是五線褲 但我其實每一季 最期待的反正是它的花紋系列 因為其實Neighborhood 他們除了五線褲之外 在很多的用料跟花紋上 也是很大膽很有創意的 那其實可以看到他們這一季的春夏開季啊 首先第一個 就是他們跟亞瑟是有聯名 前幾集有說吧 我真的覺得復古球鞋要回來了 因為A6啊 或是Mizuno 他們都已經大動作在跟很多日牌合作 所以這種類型的復古球鞋 應該真的會是接下來的趨勢啦 那這雙的話就是非常的經典 黑色跟紫色的配色 往下可以看到真的是花紋非常非常的多 有長袖 短袖 條紋跟格紋 也有這種比較特別的花紋 就是這個東西我覺得才是 Neighborhood他們的一個 另一大特色 只是因為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們的特色都太強 目前我的衣櫃真的東西非常的多 所以這種花紋類的單品 除非真的很重很重我的胃口 不然我都不會輕易的買 不然可能買了只算個一兩次 我會覺得不太划算啦 然後往下這樣看下來 目前我最有興趣的 就會是這一件 沒有錯 作為一個重度爆紋的愛好者 Neighborhood的爆紋也是我每一季都很期待 因為他們的爆紋都會非常的特別 算有趣吧 像之前我有買那件 Nitos的爆紋羽絨外套 又或者是現在招聘的這一件 薄長袖的爆紋 算軍裝夾克吧 兩個都是爆紋 但都很特別 然後都是市面上比較少見到的爆紋花紋 所以這樣子的爆紋 我覺得真的很帥 像這件的話 它的爆紋我喜歡的點就是 它感覺是一般的爆紋之外 外面再蓋一件薄薄的薄膜 所以它整件是爆紋 但是不會到太浮誇太強烈 這種爆紋我覺得就超適合 因為它搭的時候風感不會到太強烈 然後不會到太強烈 是可以常穿的 風格性也比起很明顯的 爆紋再薄一些些 所以在搭配性上就會比較豐富一點 它的下板有做抽層的設計 所以它上身的輪廓 應該會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那種造型 只是它有一個我覺得小缺點 就是它的這個地方 它這個領口啊 我覺得應該更適合是拿來設計成翻領的樣子 有點類似像西裝外套的領子 但它這樣翻起來的話 這個地方有個空洞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這麼的喜歡 但是畢竟Nios的價格一件也不便宜 這個部分我就會再猶豫一下 不然其實扣除這個部分 整件我真的覺得還蠻帥的 那除了這件之外 剩下其他的就比較不是我的菜 但是如果你想要找一些比較正裝元素啊 或者是比較特別的花紋 加正裝元素的話 Nios這一季推出了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很多人可能會發現 你們上網打Nios 會找到他們的官方網站 原因是因為 Nios是Nepenthes這家選貨店 旗下的一個品牌 所以呢 你要在Google搜尋Nepenthes 它就會跳到這個網頁 進來之後呢 有一個Brand的地方 你再點到Nios 就非常非常多的東西了 然後雖然剛說五線褲我覺得樂趣偏少 但他們首頁的這兩件 我覺得就很帥 因為它是在基礎的 這個五線外套跟五線褲的架構上把它變成是滿板格紋的造型 再搭配了一點銀沖感的五線 這個我覺得就非常的帥 非常的有趣 算比較騷包一點啦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光Nios的話 記得要搜尋的是Nepenthes才找得到 再來下一個品牌呢 就到了我日本大愛牌之一 CAPTO 但CAPTO目前沒有一個很明確的開擠 還是以比較偏氣泡跟單品的方式來呈現 那最新的話呢 就會是這一件非常誇張的牛仔外套 整件做了很滿的布丁作舊設計 這件的話呢 就是他們的一個叫Country支線 比較高端的支線 然後這一件 據說是耗時了職人13個月 手工製程 所以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高級的工藝品 看圖片非常的明顯 就是一件整件工藝做到超級滿 從內裡 外面 背面 所有的細節 就是一個補好補滿 刺好刺滿 染好染滿的一件外套 然後它除了很多的布丁之外 手腕上的那種水洗處理啊 以及它布丁裡面那一塊布的顏色花紋 又引到整件都是完全合理的 所以這件真的是 我覺得超級超級帥 雖然這件也是超級無比貴 它的價格的話 日幣要快14萬 等於台幣3萬左右 這樣的價格呢 目前往下滑也是完售的 甚至說這個品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 有工藝有設計的情況下 大家也願意買單 這一點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我自己是能力不夠 還買不下手 然後另外一個 他們接下來我很期待的系列 就是之前我發在IG限動的 他們來台灣拍的企劃 還沒看的話 我把他們的影片放在資訊欄 第一次看到這種國際大牌來台灣取景 然後這個系列裡面 我個人最期待的呢 就是這一件 他們在一個不知道哪邊 淡仔麵門口拍的 這一個背後是台灣圖案 然後上面寫了台灣的橫須賀外套 這一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 然後它這一個青綠色的呢 還是用的那種薄紗透明的材質 在上面去做刺繡 再搭配領口的那個螺紋 然後是有兩個顏色的 這一個我光看照片 就覺得它的質感真的很好 因為你看它那個半透明的布啊 是帶有點那種亞光感的 然後再結了那個刺繡 旁邊那個的話我就不確定 是不是台灣的支線 但如果這四件都有出的話 左邊的骷髏跟台灣 我覺得是比較好看的 然後顏色的話 它目前只有呈現青綠色 但我不太確定它會不會是別的顏色 也會有做台灣的顏色 但如果有的話 我個人覺得紅色跟青綠色 都會非常的帥 如果你是一個剛接觸的新手 不想花那麼多錢的話 我個人會最推薦就是這一個 他們非常經典的笑臉T 就是短T的版型在搭配他們非常標誌的一個 撕個眼睛的笑臉 然後是雕刻在木頭的年輪上的 這個就是比較基本 價格也不會太過 給大家兩千塊台幣 左右算是比較入門的款式 之前我有買了一條破壞的 綠色的牛仔褲 然後它是有底下笑臉的嘛 那款是超級多人在問 但目前看來好像已經賣完了 但是他們有新的款式 就是在這邊 這一件就是好像他們最新出的一個 補丁卡其褲 然後就做了卡其色 均綠色黑色 這一件我個人私心 比我那件更推的原因 是因為它這一件上面的顏色 是卡其色 再拼了銅色的補丁 跟一個黑色的補丁 這件的顏色比較沒有那麼花 所以它一搭配上的時候就更好搭配 因為其實我那一件 它是均綠色 在拼了蠻多五顏六色的補丁之後 其實搭配上就會變得比較局限一些 那畢竟它的價格也不便宜 一件大概台幣要快一萬塊左右 所以這個顏色就會比之前那個再來更好搭配 那一件沒買到了 這一個我覺得可以充 接著下一個就是指標北斂 它們的有一個點我真的是覺得很厲害 就是它們的商品氛圍照 光這個頁面 它的每一個商品 看起來都是很素比較基本一點 但它們的擺法跟拍法 就讓你覺得它整件的面料 擴型都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這一季目前出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像這一個 它是一條全長的降落散褲 但是你可以把褲腳拆掉 變成是有點類似 八分褲七分褲的造型 雖然這種褲型 我覺得在搭配上真的很不顯身材 但目前好像在日本漸漸是一個趨勢 所以就可能看日本人會怎麼呈現 讓iGrey可以搭得比較好看吧 然後這一件背心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它就是在下方做兩個立體的口袋 然後在側邊 上面 以及窗口的地方都有在做拉鍊 這一件我覺得它好看的點是 它的口袋輪廓很剛好 就讓整件在層次上面的更豐富 這設計我覺得很帥 不會太誇張 但是又有設計感 往下的話 這一件我覺得也蠻帥 它算是用了比較類似 MA1或是棒球套的版型 然後再加上了工裝軍裝的口袋 然後顏色的話就是很有質感的米白色 然後石灼的話 它沒有白色的石灼 但是以藍色的石灼來看的話 真的蠻帥的 因為我本來以為它會是比較長版的造型 但這樣看下來的話 它的長度應該是偏短版 然後微寬鬆的 這一件我覺得如果是米白色的話 上身應該會非常的帥 但它目前都只有深藍色的石灼 然後我剛還有滑到另外一件我覺得蠻帥的 是 這件的話 它是一個立領的夾克 但是它在袖子的地方做了一個層次 這個層次的話就可以設計成 你可以把它拆掉變成是這樣 有點像以前流行的那種倒跑跑的長度就比較適合春夏天 其實可以兩用的 這袖子我覺得也還蠻有趣的 然後本身的版型呢 也是做了比較偏短版的 這個的話我覺得就蠻有趣的 然後以短袖跟長袖造型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長袖再更帥一點 因為這邊再多了一個層次 那如果是新手剛接觸The North Face指標的話 我會推薦你們可以從它的包包下手 它的包包也是一個很大的招牌 就是款式有非常的多 從後背包 托特包 到小包都有 然後因為紫刀本的價格通常都比較高一點 包包算是相對比較好入手的 然後實搭性也比較高的 一開始入門的話 包包我覺得會是蠻適合的下手點 然後目前最推的話 我是推薦這一個小包 然後我之前是買一個很類似的 然後是黑色 它就是一個很剛好的大小 可以放手機跟錢包 簡單出門或旅遊 那個小包都很適合 然後價格的話就是9900含稅 你去日本買的就是9000 台幣不到2000 所以這個算是我覺得最適合的入門 都逛了指標本的臉書跟大家提的是 如果你直接搜尋 The North Face Propor Label 找不到的話 記得你是要搜尋 Nanamica 因為The North Face的指標 是由Nanamica他們來設計的 所以他們就會列在他們的官網裡面去販售 所以這邊呢 我們逛的門單就會是 Nanamica的網站 都來了 就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Nanamica他們的東西 Nanamica在這一邊 其實我自己有稍微逛了一下啦 我覺得他們目前這一季的東西 就算是很一貫的品牌調性 簡單 基本 有質感 把重點放在面料的部分 只是目前的設計來說 我覺得他們的單品 比較偏向你要到店去試穿才會知道 哪個是比較好看適合自己的 所以單用看的我真的很難講 哪一件是我自己覺得不錯的 上身才會知道 所以這邊就不多做介紹 就給大家簡單的看一下 最近的款式 大概長這樣 再來下一個 TiBoost 這牌子我認識的時候 台灣還比較少人資料 但到了最近台灣的知名度上 越來越高了 不管是他們的短袖 或氣球褲都是越來越多人認識 那這個牌子呢 我覺得他們一個點我最喜歡 就是他們的版型 他們的版型 全都是做了寬短的輪廓 一方面是方便他們滑板選手 滑的時候可以穿載 就是對於我們這種矮個 這個版型是最讚 那目前開季呢 品項就有非常的多 然後他們的形象 就使用他們經典的代表色 橘色去當底圖 然後款式的話 就有非常的多 只是呢 因為他們的版面 其實你一眼看的話 會露掉很多東西 因為他們很常會把 以這個為例好 他們可能第一個是這樣 你往後滑 就出現了新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單看這樣子的話 其實很容易miss掉的 所以它的話 我就會建議拿給他們的官網看 官網都比較清楚 全部的品項就都擺在這邊 然後目前這樣看下來 我覺得最帥的 各位應該猜得到是什麼 以我的喜好 絕對就會是 這一排 到這一邊的迷彩 系列我覺得都很好看 因為他們這個迷彩 跟他們自己品牌設計的迷彩 以經典的大地色 在其他品牌 很代表性的橘色 全部裡面的話 背心是我目前覺得 最想入手的 因為其他可能像 褲子或外套道的夏天 可能不實穿 那這件的話 春夏秋冬都是可以來搭配層次的 然後這一件的話 它就是在 滿滿的基礎下 又再加了很多的口袋 在正面的地方 以及下面的地方 然後TypeBOOS的刺繡呢 就是使用了跟筆圖類似的黑色 算一個小點綴 這一件我覺得真的是很帥 有寬鬆度 再配那個下白抽層翻起來的輪廓 真的很帥 然後實著的話 就會是在這一邊 這件真的是很帥 應該會列入我的春夏購物清單 剩下的話 像帽子 然後還有景枕 我覺得都很好看 剩下其他的話 還是以長袖跟長褲為主 就比較不是我現在想要找的 但如果是想要找寬短闊廓的話 這個牌子可以關注一下 它之後的圖梯 目前我看IG有公佈了一些些 像這一個 是整件做隨喜的 然後還有這一個 是比較簡單的字樣 後續應該會有非常的多 我自己是還蠻期待 他們今年突聽會有哪一些款式 以上就是本次的日潮近期好物分享 不知道這樣子的分享方式 大家覺得 如果歡迎可以底下留言 分享你們的看法 那如果是你對於日牌 最近開季 跟我沒想法的話 就希望這集能給你一些些的參考 最後再次提醒一下 如果你是工作 忘記關注日牌的人 開季了 大概夠了 好啦就是這樣 有沒有喜歡的朋友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G 然後小鈴鐺 然後看我新影片 那就這樣 我是Kevin 我們 下次見 來吧 777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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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2 4 1 2 2